好那我房間也進來的地方呢 這邊是我房間的開關 就是那個電子的開關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掛鑰匙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移到旁邊 這個地方是我一個系統櫃的側櫃 這上面就是一個有蓋子的櫃子 這邊是我放一些出門會帶的手飾還有手錶的地方 轉到門的另外一邊呢 這裡有一個很長的三角衣架 這個衣架是我在網路上找的 我非常喜歡這個衣架 就是因為我房間進來到書桌前 這邊只有一個長長的走道 然後他沒有辦法放一般那種長方形的衣架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三角形的 那下面還有一個層板 那下面這邊其實可以放拖鞋跟一些雜物 我是拿來放垃圾桶 右邊這邊轉過來的話呢 就是我房間的一面系統櫃 那這個系統櫃就是 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個側櫃嘛 它就是它的正面 中間那個地方呢 就是它是隆空的 所以我放了一些就是白飾 這兩個凹洞我就自己做了兩個門 打開是這樣 這裡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裡我真可以打開 最後跟大家分享我這三塊板子 這是木頭的洞洞板 然後是我自己在台北的一個網站 就是它是一個工廠 我跟他們訂的 還有這個籃子 這個籃子我覺得非常好用喔 其實我也是在淘寶買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房間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們就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想看什麼東西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找房子跟裝潢房子的一些 唉 心路歷塵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可以嗎 我們思想看 這個 councils 大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